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第十八奖也是我们这学期的最后一奖 我们的内容也是延续第十七奖会谈到死亡 上了第十七奖我们是介绍到死亡概念的发展 这一奖主要跟同学分享的是 有关于一些心理的反应 比方说一个人他将要死亡 他心里会出现哪些的一些现象出来 再有他周遭的人 他的亲人朋友遇到这件事 他亲人要死亡 自己心里是非常的哀伤 所以哀伤又有哪些的心理反应 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同学介绍的一个学者 他是Cooper Ross 他的平临死亡病人 他心里的反应 就一个人他要死亡 面对死亡 他的一些心里会出现什么现象 第一个他会出现的我们叫做否认其 denial 那这denial就是说他会不愿意接受 为什么是我 比方说我这个身体检查 发现是癌症 那这时候我们都知道癌症就是绝症 只是说生命长短而已 所以一般人就是 我就是要面对死亡 所以他会觉得denial 为什么是我 他会否认 他否认他会被检查错了 于是赶快再去第二家 第三家医院再去检查 检查结果 每个人都告诉他 你就是没有错 这个确实是癌症 他接着就可能会出现 第二个阶段就是愤怒期 就anger 他会很生气 为什么是我 我一下都很帮忙人家 我都心存善意 我都常常捐钱 帮助穷人 帮助需要帮忙的人 我都没有做坏事 为什么那些做坏事的人 都没有这些事呢 我们常常说 这个很多人做尽坏事 但是他是寿命很长 那做好事反而生命短 那这个上天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所以他会非常的愤怒 那在愤怒这阶段 几乎是一般人都会有的 即便他自己是个大坏蛋 他还是会很生气 他会说觉得 为什么要是我 还有很多人比我更坏 我并不是最坏的 所以这是第二个阶段 叫anger 那第三个阶段叫做bargaining 叫做磋伤或者讨价还价 为什么讲呢 这时候他知道已经诊断出来了 就是这样 或者我已经在治疗了 他这时候就会去 比方他会去求神拜佛 他会说 你如果让我治疗好了 就我如果能够就说 生命继续延续下去 这治疗都很顺利 于是我就会 比方说我要来捐一个什么光明灯 捐一个什么金牌 很多庙里 很多的金牌 或者说他们说 这是什么还愿来的 都是这样 那这个是不是说还愿之后 结果就一定不会死亡 也不会 只是也许比他预期的长 或者他觉得他要这样做 他心里会比较舒服 这是第三个阶段 叫讨价还价 那在这个阶段 常常有的人 他不是说对于生命去讨价还价 他这时候他会说 我希望说 我能够做一件 我一生中一只想做的事 我没有做到 但是我希望能做到 于是他也许 比方说他一直想环游世界 那这时候他觉得 我生命一定要结束 于是希望我要死可以 但是让我去环游世界 之后再死亡 好像有一部片子 我一下有点忘了 就是说他知道这个病人 他两个人住在病房里面 一个很有钱 一个很穷 然后很有钱的 就带着这个很穷的黑人 去环游世界 这样一个故事 其实就类似这个意思 我要把我过去没有的 把它找回来 我过去就算说 我一直希望我没有钱 但是我现在觉得 钱对我没有用了 我要把这钱拿去 聊我的心愿 很多人他是有这种的想法 所以这第三期 那第四期叫depression 叫忧郁期 我们一般说来 在这个阶段 有些病人就会出现 去sure site 他去自杀 因为他这时候知道 没有办法 就是真实了 那他觉得比方说 医生说我还有大概六个月可活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每天活在病房里 我就是等死 因为没有事可以做 然后也没有什么亲人 因为通常就是亲人 大概都会有 现在大家孩子都很 都是很少 于是来都有生活的压力 来看的时间真的会很短 于是就觉得说自己 你看我又是没有希望 我自己的亲人又不在身边 那我干嘛这样等死 那还不如早点死了算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 忧郁这个阶段 通常我们是最担心 病人就会去自杀 所以这就是一般 如果一个人 他觉得万念俱灰的时候 他出现了这个忧郁期的时候 就在这个阶段 如果他还会生气 会否认 会讨价还价 这时候都不必担心 到忧郁期就会去自杀了 那最后一期就是接受期 那接受期就表示 他已经知道 这自己是一定要面对的 所以很多人 他就在这个阶段 他就是利用他自己的时间 比方说 他会去跟隔壁床的病人 或者隔壁床的家人 或者自己的家人 去讲一些事情 就是比方说过去 这我是一个父亲 然后我过去觉得对我孩子很严厉 他在这阶段 他就希望做弥补的动作 他希望说在他这有限的时间当中 他希望有很好的亲子关系 那其实对孩子来说 对自己这个病临病死亡病人来说 这都是一个深刻植入人心的一个历程 因为就是说尤其是孩子 他在最后在父亲过世之后 常常他会想到一些过往的事情 那对他来说常常会有一些激励 就是说既然父亲已经这样很坦白的告诉我 他对我的期望 我不可以再像过去这样忽视了 也许他就能够奋发向上 所以这是Cupert Ross的 病临死亡病人的这五个阶段 这五个阶段是非常重要的 换句话说考试当然也会考 因为这是我们人生都会碰到的 我记得有一年的高考也都特别提到这一件事 好 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 我们刚刚介绍的是Cupert Ross 就是病临死亡病人的这种心理的反应 我们说这很重要 所以考试考同学不会就不应该了 好 我们接下来要跟同学谈到的 刚刚是凭死病人他的心理反应 接下来是哀伤的反应 这哀伤大家顾名思义 哀伤他英文叫GRIEF 这哀伤这个反应顾名思义 就是说他心里很难过 难过什么呢 自己的亲人过世 自己会哀伤 或者一些分离 比方说有的人就是我们男女朋友交往了 都已经是死会了 忽然这个男方移情别恋 或者忽然他出国 那大家就是这一段就是等于感情 是告一个结束的时候 也会出现这种哀伤 因为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 好 所以这是哀伤反应的几个阶段 第一个是休克和难以相信的感觉 那就是说觉得是一 这休克不是说人真的休克这样 真的休克昏迷这样 而是说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 我简直不敢相信 怎么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我们常说我都要休克了 很多时候我们用这样强化的语气 当然这个有没有想到 跟我们刚刚平死病人的deny 是差不多的意思 只是这边是说休克 就是说这是在世的人 他会觉得说不能接受会很难过 那所以有的时候 这个我们一般出现这个阶段 他甚至会有一些比较不真实的感觉 比方说他觉得是比方自己亲人过世 他会觉得自己亲人好像在眼前 那如果他是很爱这个亲人 他不会害怕 但是他就觉得仿佛在 比方说像老师自己也是 老师父亲的书房 我有时候走进去 我就会觉得 开门的那一刹那 就会觉得说 父亲在看书 就会有这种感觉 但是当然告诉自己 绝对没有这一件事 所以就会觉得说 有的人自己心里会说 以前小的时候是很怕鬼的 那为什么现在完全不怕 反而甚至希望说能够看到呢 这就是所长会呢 就希望然后仿佛就在眼前 好像真的看到一样 那当然这就是一种幻觉 或者一种妄想 那因为过度的悲哀 失恋之后容易出现这些情形 那有些人也会出现一些恶心呕吐 生理不舒服的现象 借着生理不舒服的现象 让他减轻 他对于这个亲人过世的这种感受 因为他身体很不舒服 在某种程度 好像感觉对自己是一个惩罚 那觉得惩罚之后 好像就觉得说 并没有那么大的哀伤 因为我们常常亲人过世 我们会想到很多 比方我们会想到 我过去怎么那么不懂事 那么不听话 那么的这个违逆父母的意思 这时候就很多罪恶感产生 如果这时候 如果说比方是老师自己的话 我这时候如果觉得 忽然恶心呕吐 身体很不舒服 甚至麻木的情形 就是手脚麻木 就会觉得 这对自己一个惩罚 心理哀伤的反应 就会少一点 所以这是在这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抗疫 那抗疫呢就说 这一段就是一样 就是我们就是针对亲人的过世 要离开自己 那这一段阶段大概会通常 可能会到半年 有的甚至都会到一年 那这抗疫跟我们刚刚平死病人 第二个阶段是什么 Anger 愤怒 是不是也有某种程度的相似 只是因为这是哀伤 所以抗疫呢 他会觉得 比方说老师是基督徒 我们会说 天父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父亲带走 为什么不再多给自己一些时间 我自己平常也是都做礼拜 都有读圣经 为什么还要这样呢 没有什么抱怨 但是有的时候自己会自己对自己说话 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说那但是慢慢你还是要面对 所以接下来就是到第三个阶段 就是绝望跟混乱 那这绝望跟混乱 就是知道已经面对 这是不可能的 已经就是发生了事情 所以说就会 这时候常常就会觉得 这种人在这个阶段 他不大说话 因为他已经知道没有办法 这是必须面对的 所以他不说话之后 就是觉得 所以很多人在经过了亲人的过世之后 他完全就变了一个人 他就不讲话 或者不跟周遭的人事物接触 他可能整天就在房间里 绝对不是我们现在的俗称的 什么宅男宅女 而是说他是真的万念俱灰 在这个阶段 那第四个阶段是悲痛 就是说因为家属会出现一些 特殊的行为模式 这些特殊的仪式化的行为 他就是希望说 他就是希望说 借着自己的身体的症状 能够减轻对亲人的思念 怎么讲呢 比方说 这个一个人 他的父亲过世 这时候他慢慢觉得 自己好像到全身都不舒服 那去看病也检查不出来 但是就觉得 我说不定是得了癌症 目前检查不出来 那我或许也不久人世 不久人世 我可以怎么样呢 也许我早点死亡 我可以跟自己的父亲见面 那我们在天国可以见面 所以这时候 他是因为他极度的哀痛之后 这时候他可能会出现这些情形 出现这些情形 其实只是减轻 希望减轻对亲人的思念 那出现的这种仪式化的行为 好 最后呢 就是重诊 重诊跟我们刚刚所说 平死病人的最后是什么 接受 acceptance 接受其实一样 就是说亲人死亡后 六周一般来说 六周家属会开始 重诊生活的步调 寻找替代的关系 比方说过去自己跟父亲 是非常好的 我们一起吃宵夜 一起谈论时事 这时候没有了 你这时候慢慢 你生活还是要走下去 所以这时候也许就会跟 改变一些亲人 比方说自己家里 自己的兄弟姐妹等等 平常也许觉得 他根本什么都不懂 他的观念偏差 我才不跟他谈 但是你现在没有办法 你就会寻找一个替代的人 来做这件事情 所以这就是说 自己要生活重诊 老师刚刚这边讲六周 这是最短的期间 当然我相信 有的人也许六周都不要 因为在亲人生病期间 他事实上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什么哀伤 比方说老师自己 常常在医院里面就看到 很多亲人已经住院很久 孩子来就是晃一下就走 或者几个月看不到一次 像这种其实老师都会有很多的感触 老师实在会想 他哀伤的历程大概已经都走完了 他只是觉得这是一个工作 比方说医生说你要有心理准备 你的亲人可能会大概这几天等等 你能不能准备好了 他说我知道 我看他们的样子也觉得他真的知道 因为也许他认为这是一种解脱 再老师看到 就是很多一些心理的反应 但是也有的人他可能一两年 两三年他都很难走出来 即便平常看他在职场上没事 可是在夜来人静的时候 当他触及他思念亲人的心情的时候 他的哀伤又会出现 所以我们常常说这哀伤的过程 不是说重诊之后 永远就不会再出现前面的那些阶段 还是可能会出现 只是不会那么长 就是很快比较快能够再回到再重诊 到了职场他又变成像一般人一样 完全看不出来 甚至像老师自己常常在上 死亡的专题研究 死亡教育专题研究 研究所课程 我记得那时候上的时候 刚好是我父亲过世 我就上课的时候 老师可以讲 刚开始刚刚过世的时候 老师也是就会流眼泪 可是慢慢上课 你就可以侃侃而谈 讲这些历程等等 但是等到回到家 就会觉得自己会有种罪恶感 为什么自己可以很轻松地去面对 有没有 是不是就开始回到前面 会觉得自己应该要有一些悲痛 自己怎么会有没有悲痛的感觉呢 这就是现在老师跟同学介绍 哀伤的反应 好 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好 我们刚刚分别介绍了 库伯洛斯的拼领死亡的人 他的一些心理反应 还有哀伤 就是亲人离开自己 或一些重大事件 哀伤的一些反应 那我们现在当然要进行 我们的结语了 就是说我们在这17 18讲 都是谈到死亡概念发展 以及一些哀伤或贫死病人 他的一些心理反应 我们应该有一个认知 就是死亡是人生必经之路 这是一个人生的历程 就像人的毕业典礼一样 我们说这个求学高一个阶段 毕业典礼 那只是死亡是生命的毕业典礼 就是要谢幕了 所以说我们怎么样子 能够让自己 借着就是说这个过程 能够让自己重新出发 重新出发之后 对于过去的一些事情 能够有一些改变或者改善 比方说像我们常常办 老师说办死亡体验的这个活动 也就是这个目的 希望说能够做一个生命回顾 不要再就是到最后阶段 没有办法弥补了 所以我们这也是 这一门课程的目的 希望说我们在这个 借着这个死亡概念的这个发展 跟这个一些心理反应的内容当中 希望让同学面对的是 我们都可能自己经历 或周遭的亲人会经历到 换句话说 我们怎么样让自己或者亲人 在最后阶段是遗憾 是比较少的 是坦然去面对人生的毕业典礼 这才是我们生命教育课程的重要的地方 那也希望说每位同学能够正视 就是说面对生命当中一些生离死别 这是必须会的 不是说我就是不在乎 而是说我怎么样让自己能够走出哀伤 让自己是活着 能够就是说这过世的亲人 能够说觉得说感觉到自己有改变 那这样子对过世的人而言 对自己在世的人而言 都是一些比较积极正向的意义 那我们这一门课程 生命教育课程 主要就希望同学能够说了解到 生命是可贵的 那生命也可能因自己的疏忽 因自己的轻忽 而让自己一无是处 那可是呢 如果我们在这一门课程当中 能够有一些体认 老师举一些例子 让你有一些省思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赶快进行的 就是生命回顾 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可以从 接着我们就可以从下面 生命聊望台做最后一个结语 好 看生命聊望台 生命聊望台点燃一盏灯 照亮你我他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郑慧珍老师 很高兴在生命聊望台 又跟大家见面了 今天是我们生命聊望台 最后一集的播出 马老师我们今天要和电视间前面的同学 分享什么样的主题呢 是的 大家好 我是马丽萍老师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 是有关于器官捐赠 小巨人精神不死 张明媛捐赠遗体 工学生实验的一个故事 我们说我们在生命的洪流当中 死亡是一种形式的落幕 但是我们也可以把它升华 升华成一种爱跟散 让生命循环的一个序幕 那器官捐赠尊重生命 这样子的理念 其实在台湾已经宣导了多年了 可是你知道在这个传统的民间 保留全师的这样子的观念 使得这个器官捐赠的来源 短缺很多 那依然是推动器官捐赠 医院的一个最大阻碍 所以今天要跟各位同学们 大家来分享的个案是张明媛 那因为癌症呢 她的人生其实才只有短短的16年 那临终之际呢 她自愿地捐出她的遗体 作为基础医学的布施 那她是慈济医学院的这个 大体捐赠者当中呢 年龄最轻的一位 也是目前呢 国内解剖医学界的这个 年龄最小的大体老师 是啊 张明媛她舍身 她自己来作为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奉献 那她的动人心弦的故事 让很多人去称赞她 跟她妈妈一个高贵的情操 可是你知道吗 她妈妈却说 我只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 真正了不起的是张明媛她自己 从她的生根史 她深刻地体会到人生的无常 而她临终捐出的大体 是成就人间一个相当大的大爱 也让她重新学习 知足感恩跟善解与包容 身为母亲 她觉得非常以她儿子为荣 是 那事实上呢 许多的一些捐赠者 她都是因为意外的事故 或者是这个突发的一些重症状况 那适适的 所以呢你知道家属 在面临到亲人过世的 这样一个哀痛的情绪 其实已经非常难过了 可是呢 他们又愿意呢 将这个生命永续地经营下去 真把他们的爱都把它捐出来 我想这样子一个精神 其实是真的让人非常的感动 那当然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也让很多深陷在苦难当中的 一些有缘人 可以重新获得生命的一个机会 那这种无私无我的大爱精神呢 我想这个我们大家每一个人 都非常的感动 是啊 马老师说得很好 目前我们国内的器官捐赠 虽然已经宣导二十几年 可是事实上能够捐赠的年龄 它有一个限制 大概是零到七十五岁 那目前我们台湾的一个统计数据 最小的捐赠者是一岁多 最高的年龄 有人78岁捐赠肝肾方面的捐赠 那在组织捐赠的部分 在最小年龄曾经到六个月大的小朋友 甚至于在96岁的高龄 都可以捐赠眼角膜 所以事实上我们医生会以捐赠者 实际的身体状况来做调整 所以事实上年龄这一块是可以被改变的 是 那么以下呢 这边有一个统计 就是说是这个在我们台湾 器官捐赠移植中心 它在今年2010年的7月26号以前 这是我查到的一个资料 它做了一个这样子的统计 就是在台湾目前有效等待 接受这个器官移植的总人数 大概有6805人 那心脏呢118人 肺脏呢27人 肝脏呢976人 肾脏的人数等待的比较多 大概有5161人 胰脏有62人 眼角膜有505人 好 那么但是呢到目前为止呢 本年度呢 尸体器官捐赠的总人数呢 是128人 那器官的这个组织捐赠的案例呢 案例数有447例 也就是说呢 本年度已经接受了 尸体的器官眼角膜移植的人数呢 是387位 其中呢接受了心脏移植的 大概有41位 肺脏移植4位 肝脏移植52位 肾脏移植103位 胰脏移植8人 眼角膜移植大概有181人 是 所以呢我们从以上的这些统计数字看来 我们目前全台湾目前有 大概有6805位 器官衰竭的患者 等待器官移植 但是每一年呢 却只有百余人捐赠器官 前世我们国人 对于这个器官捐赠的接受度呢 其实还是蛮保守的 所以呢老师在这边呼吁呢 就是说希望民众 能够破除一些迷思 加入器官捐赠的行列 我们可以其实一个很简单的方式 就是在这个健保的这个IC卡呢 加入捐赠的意愿就可以了 是 谢谢毛老师 告诉我们一些方式可以来使用 那我们的人生的旅途当中 有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 就是我们终究要面对生命结束的那一刻 就是死亡 不过死亡有重如泰山 也有轻如红毛 所以在生命结束之前 或之后我们可以考虑把器官 来做一个捐赠 这样也可以让很多人的生命 可以得以延续 那我们生命疗忘台 就到这边要做整个结束了 非常感谢各位同学 在这一学期的收看 那我们在这一学期当中 我们透过不同的主题分享 透过不同的人生故事 希望给同学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人生的学习 也希望同学喜欢这样子的一个单元 那我们生命疗忘台再会 好 我们谢谢两位老师 在生命疗忘台中 所做的很多的诠释 那刚刚是谈到器官捐赠 这边其实老师要特别要补充的 就是说希望大家有个认知 并不是所有人他都适合做器官捐赠 为什么要有这个认知 因为很多人他觉得 他把自己的亲人说要捐赠 结果对方不要 那这时候就会心里很不舒服 很难过 因为本身自己的亲人过世 觉得说捐赠帮他捐赠 觉得这一件好事 结果被拒绝 所以说大家的认识就 因为有些我们这个 因为疾病的关系 那个东西 那个器官是不能用的 这是一个 再有就是我们要器官捐赠 就是说希望说大家了解到 你真正是知道 什么是死亡在做器官捐赠 我们过去在学校常推动 全校每个人都签我要捐赠 但事实上他知不知道什么是死亡 他没有死亡的体验 他器官捐赠 他答应要做 其实只是他当时一时的想法 所以很多学校在推动 这个工作在推动的器官捐赠 同时希望能够让孩子知道 什么是死亡 所以说比方说像老师刚刚所介绍 死亡体验 当他有死亡体验之后 他再决定做器官捐赠 才是他真正内心的想法 好 我们这一门课程 今天到这边 希望大家都能珍惜自己的生命 面对所有的问题困难 去挑战 迎向我们生命的春天 好 各位同学再见 我们下期见